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将桌面级3D打印应用于教学 也的人士认为教育领域将会成为桌面级3D打印的巨大市场 而随着教育应用的推广 3D打印还有可能向更多的应用领域延伸 在深圳市灌篮中心小学创新课堂里记者看到 用3D打印机制作出的各类模型摆满了一桌 有台灯 卡通人物 动物造型等 兴奋的小学生们围成一圈 对神奇的3D打印机充满了好奇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笔筒 做这个作品我好像花了三节课了 三节课了 你喜欢上这五课吗 喜欢啊 为什么呀 因为这里可以做很多很多作品 然后又不用去那个商场去买了 所以这个我打了两个 一个带回了家里面 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笔放进里面去了 因为这种课都能创新 去把一些现实中做不到的东西 可以在这种课里面的做出来 学校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3D打印技术对教学很有帮助 学校几年前就把3D打印机作为教学工具 把孩子们的创意 想象变为现实 培养学生动脑和动手能力 深圳市教育非常支持 像我们学校每年大概提供30万资金的一个扶持 学校这块也具有了很大的一个扶持力度 我们主要是跟深圳市的南山产业园的高校合作 有15所学校一起组织一个联盟 使用这个3D打印机来提升孩子的一个创新能力 做了解可能有三分之一的学校在使用这个3D打印来推进这种项目 记者走访了解到 国内有很多学校都建起各种创新实验室 科技中心 三维设计模型工作室 这些地方都需要桌面级3D打印机 由此带来了3D打印机销量迅速增长 但是业内人士也告诉记者 由于技术门槛较低 桌面级3D打印企业数量激增 行业内竞争异常激烈 2013年 全国约有500多家桌面级3D打印企业 其中超六成以上已经被淘汰 我觉得这个洗牌对我们整个桌面级的3D打印市场 这个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它让每个企业的质量提高了 研发实力也增强了 那么我们做硬件的 做3D打印机这种硬件产品 主要是在研发上面 在国家鼓励探索新教育模式的背景下 3D打印技术在儿童创新教育引用中的快速增长 让越来越多桌面级3D打印厂商意识到 要抓住教育市场的机遇 现在校园里使用3D打印的学生 将来很可能成为3D打印行业的消费主体 随着技术逐步成熟和市场不断配育 未来几年 3D打印机将有望进入更多的应用领域 这批学生已经到了社会上长大成能了 那么他也有这个能力来购买这个产品 那么他会是不是想在家里添置一台 比如我今天家里缺个什么小零件呢 那我可以自己临时画一个 那么我明天可能地上一个排差坏了 那我也可以自己更换一个小零件 用个小零件